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麦玲玲 触东网的观众 鼠年事事如意 身体健康 大吉大利 在鼠年中 财运相对上比较理想 我们有熟兔子 因为有太阴性 太阴是一个财星 不过这个财星是慢慢来的 不是急的 所谓财不入急门 成为中长线的投资会更好 另外熟牛虽然合太队 但也有太阳星 太阳也是男性贵人星 和一个远地之财 不过牛今年合太队 其实大的投资未必得 要少的投资才行 即是刀仔铁大树 是可以的 另外熟鸡的朋友 亦有福星 有少少幸运之财 而熟羊虽然是凡太队 也有肉堂星 所谓金肉满堂 这四个朋友 这四个生肖包括牛 兔仔 羊 和鸡 其实在钱上都算不错 熟主的朋友 来到选年 财运会波动少少 因为它是本命年 中国人说 一起挡三栽 无喜是非来 太岁当投资 无喜必有和 反胎生年份要充起 结婚典买房 也是可以的 但不可以炒卖 做中长线的投资会更好 老鼠今年来说 要特别留心健康运 投资方面要保守一点 但事运仍然是不错的 因为有涨升和税价升 大公司打工的朋友 表现仍然是良好的 鼠年来说 因为立春八折都有财星 而且经历了朱年 朱年是财星入筹 朱年是财星出筹 炒卖会好一点点 在这个年份里 我们赚钱是容易一点 但当然也不是每一个板块都可以 鼠年来说 因为立春八折金不是很足够 即是银行、金融这类东西 其实是一般般的 反而木的东西挺好 环保类的东西 建筑、教育的东西是不错的 水就是旅游、物流这些 又是弱了这么多一个磅 而火在这个行业来说 例如药业的东西 都是太弱流强 土反而不是太差 即是建筑类的东西 地产类的东西 是开始稳定下来的 投资月份来说 正月有政策上的扶持 不是太差 但农历二月 因为有一些矛盾 或者一般的东西 都不是那么理想的 农历三月是活跃的 四月也是不错的 但农历五月端午节的时间 是最相冲的全年 我们要特别小心点 那月份 六月仍然是动荡不安 去到七月、八月又会好些 九月有暗涌 而十月来说 比较多利好的因素 以及悲观的情绪会消散 要旺财的朋友 其实都要留意那年的财位 之前前面说 就是西北这个位置 是财星菲林的位置 我们要催旺 这些位置 可以放一些象征着财运的东西 譬如金元寶 钱庵这类的东西 又或者这个位置 放一些大叶的植物 水中的植物都能够旺财 至于犯太歲的朋友 你过了年之后 其实去拜太歲也可以 又或者找一些 和自己合适的新肖食物 铐一铐都可以 譬如老鼠 本身和牛是好朋友 铐一只牛 马本身和羊好朋友 但是羊都犯太歲 自身难保 马就要铐一只狗 和一只老虎 鸡可以铐一只龙 去化解太歲 东方东网 赞放光芒 东方报业集团 同仁鞠躬